跟著聊天的過程都知道 他其實蠻色的 他就會露出一些就是像這樣子的表情 所以我才故意穿戰袍啊 這個是真實有發生的 有一點擔心 那這段關係會不會因為前任走不下去 的確蠻五味雜誠的 影片開始之前 要幫我們訂閱按讚跟開啟小鈴鐺唷 我買個啾 大家好我是卡卡 我是貝拉 我們是阿卡貝拉 今天的主題是40萬QA 趁現在我們微電影也上映了 大家也有一些問題 我們就一起回答 如果有一些問題我沒有回答到你 或是你看完這個影片 還想要再多問一些 就歡迎到我IG留言 我會一個一個一起回答的 既然是40萬QA嘛 有沒有發現我們今天不太一樣 不一樣 我老婆特別漂亮 我也特別漂亮的 為了40萬來慶祝一下 第一題就開始吧 我跟你們說我看到這題的時候 我本來要非常悲慘的跟大家說 沒有 我說我朋友都決定要去當貝拉的伴郎 沒有人要答應我一起當小鈴鐺 他們說你是伴郎耶 反正他們都想要哭哭帥帥啦 但是有一個好消息 前天呢 終於找到了我的好朋友 咪咪 他說他非常想要幫助他身邊的朋友 我就趁機跟他說 我有一個忙真的非常需要你幫 我缺一個人 跟我一起從天上飛下來成為小鈴鐺 於是他就答應了 所以我就找到了 我找到了 感覺有點逼迫他 沒有他很開心地握手說 好 婚禮現在目前確切的點 想定當科全約去嗎 I'm sure 只有那邊可以駕鋼佐 反正我是想要辦那種 至少有點辦戶外的 然後可以就紮水球啊 噴射酒淋水槍啊 然後就丟來補那一種 要辦哪邊 我還沒有特別去插到 其實我有問過這個問題耶 我覺得那些主要 比較像是外觀上的 我好像比較不會這麼在乎 就是我可能還是會 多認識多聊天 再看看之後的狀況 能不能愛你愛到願意 去克服這些不一樣 但如果是個性上真的差很多 或是其實你就是一個 很糟糕的個性 就是說會打人啊 會揍我啊 有一些非常多不良的事 就會無感吧 可是畢竟我在跟貝亞見面前 我們已經聊了蠻久的 所以我覺得 至少在聊天的時候都有聽好 那如果我真的做人爺 你會幫我推人爺嗎 會 那如果我可能右手 沒有辦法動 那你可以用左手動嗎 我兩隻手骨都沒有辦法動 我可能就真的用玩具吧 怎樣啦 快死了 一定要問這種問題耶 這個是真實有發生的 那時候其實貝亞大概講了 三四十分鐘以上嗎 還是有一個小時啊 因為我真的在被罵 他真的講超久 可是因為他那時候 不夠有勇氣 我那時候其實就是 有一點擔心 如果他們分不乾淨的話 可是我們要在一起 那這段關係會不會因為前任走不下去 所以我那時候的確蠻 五味雜陳的 可是因為那又是第一次見面 所以心情就是又蠻開心的 所以後來他真的講很久以後 我後來就真的 跑去靠到他旁邊這樣子 不發出聲音再開始親他 要讓他快要 明明就有發出聲音 喔真的喔 反正我後來就讓他弄到受不了 可是因為我也蠻擔心 分不乾淨這件事情 所以我後來就是有跟他說 我們要真實在一起前 你一定要先分乾淨講清楚 不然我就不跟你在一起 然後我還要給你期限 我心裡的期限 我還故意不告訴他期限 他還沒準備好的話 就掰掰 跟他聊天的過程都知道 他其實蠻色的吧 真的假的 看對方的喜好 一定會有一般清純的製品 像運動的拍照 會有一些這樣誘惑的照片 就例如說這樣 有一些比較少的仔細 他就會露出一些就是 像這樣子的表情 所以我才故意穿戰袍啊 該有的心機這種 我還是可以有的啦 可能應該是這個吧 30周年我已經60歲了耶 老婆要不要吃餅 可以幫我掛在這裡嗎 我不要躺著的時候可以吃 等下60歲又不是沒有行為能力 我覺得30周年我希望我已經可以退休 然後不要再因為工作煩惱 我最好跟貝貝就是在一個地方 可以種菜啊 養狗啊 養一些雞啊 我想當美魔女耶 所以說我們還是美娜女 娜娜女 我們還是美魔女 只是我們的生活偏向田園 那清淨大自然這樣子 優賢生活 對 種地瓜之類的 賣貝果地瓜 請問 一直被吹耶 我得承認我這一兩年我沒有什麼畫畫的靈感 想那個拍影片內我就已經快要掛掉了 我最近想到一個可以跟你們分享我想做的計畫 我想要徵求大家講自己的感情故事 或是自己的人生故事 我看完以後 當下我感覺我把它畫成畫 所以我想要做一個是一個故事一幅畫 我可能會先慢慢在IG上面慢慢做這件事情 然後開始累積到一定的程度以後 拿這些畫去辦畫展 那我覺得你第一個可以畫我的故事 可是其實已經沒感覺了 我們故事其實就那兩隻狐狸了 我一直有想要邀請貝果參加 但是當然不可能所有貝果有參加 哪裡有場地啊 可能真的要去少丁灘客選圈 就是到時候 看你怎麼樣邀請吧 無不良的嗜好 例如說不會喝酒發瘋 不會突然跑過來擁抱我 強溫我 他我覺得很有可能會 我覺得大家喝完酒之後會很發瘋 我可能會徵求願意給我拿水球砸 或是讓我用焦滿酒的水槍噴的貝果 還是我們就把自己灌在籠子裡 神經病喔 婚禮不要這樣子 怎麼辦等一下要怎麼樣拉下臉去喝好 你有嗎 你有在想這個問題嗎 有啦 我都會先轉過去生氣氣啊 可是等一下就想說 你再不抱我 你再不抱我 那我只好等一下去抱你 還好他都會先來抱 你一臉就是看起來跟我講說 你就是要過來跟我道歉 那這招有用嗎 好 對啊 我平平插到一個不行 最近有比較好 那當然是我該生氣啊 你要讓我一起發脾氣啊 這才有那個發現的感覺 不是啊 因為你發脾氣的對象是我欸 我該死我就行 沒有道理啊 體力上是沒有太大問題吧 我們那時候可以一天很多次 應該是都蠻OK的 可是我覺得想法跟心態上 有一些差別 沒錯 大概比較成熟 我找他大概四年的時間出社會 貝拉酸有時候會不理解 但是他會願意去消化洗手 然後他有時候有一些想法 例如說我不要這樣爛好人啊 或是我這樣做的意義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他也會幫助到我 兩個人肯定都會有 不管你有沒有年齡差 肯定都會有想法的不同 可是重點是兩個人 會不會願意互相配合 我覺得還是比較重要 沒有方法 沒有方法 真的沒有方法 我好悲觀喔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需要 我覺得有距離會產生美感 然後主要是因為我們同居 我們又一起工作 所以我們真的是沒有什麼自己的時間 現在我們就還是一起工作 還是會一起出去玩 但是其他時間我們可能都會分開住 其實現在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蠻有幫助的情況 但是當然就是建立在兩個人都願意 然後兩個人都覺得這樣還不錯 我才願意試 而不是單獨去勉強另外一個人 如果今天真的我很想貝拉 貝拉還是會來陪我 或是相反的也會 Nisa還是我老婆啊 貝拉畢竟還是备胎 我老婆有時候就是很忙 她最近就去巴黎嘛 現在又要準備演唱會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這次才要第一次去韓國陪她 然後她有時候都不會回我訊息 她才不會回你啊 所以我有時候還是因為我老婆很忙 我會就是先對貝拉心動一下 然後Lisa也覺得OK 我覺得心動還是會耶 就是看到第一眼我會覺得 哇這次很漂亮 或是哇怎麼那麼可愛 你說我嗎 我應該不是你啊 但是 不太會有真的延伸下去的其他想法 可能我會有吧 OK OK bye 那我就回去找我Lisa老婆啊 她反正我就被開了 我的話我覺得是 兩隻老虎 兩隻老虎 美北北哲洋娃娃 這個不是兩隻老虎啊 應該是如果你冷飽 有一種會愛付出的感覺 你第一首唱給我的歌好了 就是如果妳的 對啊 因為我這首比較不會走音 然後我還問妳說 蛤是嗎 我再去Youtube上去聽一次 我想嗯 好我知道了 那妳的是什麼 不知道啊沒想過 不是喜歡妳嗎 學家瑩翻唱的喜歡妳啊 妳之前一開始跟我唱歌 我覺得一開始是這個 但是在一起走的時候我覺得還 應該還是有 沒人在乎妳在乎的 沒有啦 我覺得三年之後 應該還是會有另外一首歌 可以表達現在的感覺 只是我現在還想不到 泡沫 全都是泡沫 妳至少自己自創一首單曲啦 泡沫0.2 2.0 0.2 0.2是誰 老婆妳好漂亮喔 老婆妳愛我嗎 老婆抱抱 為什麼 妳好笑 看得出來誰比較愛誰了吧 不要再說什麼貝拉看起來 比較愛我好嗎 她只是眼神天生長這樣 她跟我沒在想事情 不要被她眼睛騙了 有這一題喔 重新投台吧 我可能想要當富二代 不用那麼累 我可以去國外 那全世界怎麼會是富二代 大家都想當富二人 因為我其他沒什麼好改變的啊 不會搬來這個家吧 嗯沒有行 明天就要搬了 你不是要直接挖嗎 我沒有 那不是你 跟你弟 公商一下我弟好像要看YouTube頻道 如果他要看的話再跟大家講 他可能會挖鼻孔給大家看 不管就衛生紙還是用那個手 都會很尷尬 你直接懂嗎 但我也不會叫你做這一次啊 有啦你之前有叫我做欸 那是之前吧 我都是一直說不要 但你之前有啊 不是因為我自己也不會自己來 有夫妻有一些情趣會說要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我真的不行 這是增加生活情趣的一部分 那你可以嗎 我可以換皮孔一看 我們互相交換尷尬的事情 喔我有一些丟掉有一些有留 那個感情有教我一些東西 然後我有留下來 然後貝拉也知道 但是我也不特別去擺 我就是收在一個盒子裡 我的畫是全部把它丟掉 因為你的感情好像不是很順利 對我的好像都不特別好 看他就嗯 那什麼東西怎麼還留著 然後就丟掉 喜歡的話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跟開啟小鈴鐺唷 avoid 拜拜 你 好擠哦 春春的可以換位子嗎 他硬要卡來這裡都不動 所以我們真的空間市面有小鈴鐺 看實不著的小鈴鐺 頻道會員全面 usable 歡迎加入貝果果 ye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